这次奥运会上表现出来 中美之间这种对立 矛盾的尖锐化 明显比过去加深的 这个毫无疑问是在中美竞争 大背景之下滋生出来的 更主要的是中共这边的因素 为了要和美国搞所谓的制度竞争 大国竞争 新冷战 中共主动地把它自己和整个自由世界 国际社会脱钩 包括体育领域的一个很简单 这次所有的中国的运动员 一律地拒绝国际媒体的采访 即便是有极个别接受采访 他说什么东西都是被规定好的 他根本就不敢随便乱说啥 过去都没有达到这么严厉的程度 奥运会最基本的价值观 就是不同的种族 可以通过体育路径交流融合 但是中共现在是反其道而为之 它就是只是冲着多拉金牌 彰显一下我是大国崛起 中国和美国之间 比较大的争执点还是在于 是美国的新冷战协会 指出中国有些游泳选手 在中京奥运曾经被剪出来 有兴奋剂的使用 但是这件事情有点像是罗生美 所以中国这一次想要去表达 他们是非常的专守游戏规则 以此来暗示美国在过去 有许多使用禁药或是兴奋剂 来提升成绩 最后的焦点还是在网络上面去 主张美国的游泳选手的一些 生理的表现 以此来作为攻击点 部门 开启jas doubt 就是摩程者